记者林嘉东基隆报道, 连姓男子控诉发妻带了姓小王家中黑羞, 但他扣到的卫生纸, 茶无料的经验, 反被老婆发现由肖三的裸体照, 裸照反成了发妻诉请离婚官司的关键证据, 连姓男子与吴姓妻子婚后育有一子一女, 两人婚姻在去年亮起红灯, 在基隆经营美发沙龙的妻子与廖姓小王过从甚密, 被先生指控将料带回家里黑羞, 先生甚至在卧室内找到一位占有小王经验的卫生纸团, 不满之余提告控诉两人通奸, 连姓男子令控告料何有他儿子与女儿搬出去住, 甚至偷他的酒与偷拍他脸书上的照片, 检方调查后发现, 林男提供的卫生纸团, 茶无料男的经验反应, 他的女儿与儿子也正称是他们自己要搬出去跟妈妈住, 与所谓的小王无关。 至于偷酒的部分, 林妻则指称要是来协助他搬家, 并未拿走林的酒, 至于老男被控偷开妻子电脑部分, 妻子正称, 电脑是全家共用的, 打开电脑就可以打开先生的脸书。 林妻也反控, 他开先生的脸书, 看到小三传给先生的裸体照, 拍下来后, 提起离婚诉讼官司。